其实理想万刚上市的时候 我对这辆车没什么好感 除了现在我本身对SUV没有部分需求 另一方面是它真的全网零差评 总让我心里有点芥蒂 但最近这半年吧 理想万每个月的销量都破万 凭借一款车销量比未来的三款车加起来还要高 而且我身边确实有很多朋友都开始拿钱投了票 这我可就好奇了 评测只能是参考 关键还得咱们自己上手 那咱们就再租一辆体验体验 大概一天500到700 真不算便宜啊 看了几天我才明白理想万为什么能卖这么好 什么是理想 这全都是现实 20分撤屏体验都是基于我们的主观感受 要是有错的话欢迎大家弹幕指正 喜欢的话记得一接三连点个关注啊 大家简单动动手 对我们这些原创UP主真的非常重要 大家好我是花生 今日不见 甚是想念啊 网上有个段子啊 说理想万跟库里南停在一起气场都不虚 那气场我不知道话肯定是虚了 但理想万你看停在这儿 还真就比同家位的SUV更像豪华车 那大不一定豪华 但豪华一定得大 不过要说绝对尺寸 理想万在这个级别里不是最大的 那为什么我们就觉得 我开着就很有压力 都是视觉魔法 车灯尾灯都很细长 贯穿到侧面 视觉上让这个车 把它拉得很宽 还有就是这个巨大的中网 特别显气场啊 其实理想万的车内的绝对空间 不算大 你看我开车的时候 这个右腿就总觉得有点打不开 不过跟车外一样 车内这个大连屏 加上这些横平竖直的走线 就让人觉得这个车 好像里面很宽敞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车很宽 而且又高 看不到地 走路一些小路小弯 我生怕蹭了轮胎 所以他把这个360 做到了长驻菜单里 而且他的雷达非常灵敏 过时会站 正常距离他必想 要是不想 那你拿卡的姿势 一定很不优雅 门把手 出风口 这都是做了几圈镀铬 还有各种能摸到的地方 几乎都包了软软的皮 尤其是这种双拼色 它不会有那种非常豪华的感觉 但一坐进来 就感觉 又一家那味了 都是三十多万买的 我自认为 这个桃子内饰 是比我小红P7好的 理想外前排这两排座椅 厚 长 软 真的挺舒服的 加热 通风按摩 全都配齐 第二排座椅 也是厚 长软 麦包和头枕 加热 按摩 独立空调 背架和充电口都有 你再看这个空间不算小吧 所以理想外前两排的舒适度 我评价非常不错 而且在这儿 我竟然看到了老板剑 这真是老婆跟老丈人 谁都不能得罪啊 竟然这头顶巨大的玻璃 二三排还坐着阶梯室 你在这个车厢里坐 不管坐在哪 都不会觉得特别的压抑 你当然这种SUV的第三排 就没啥人权了 理想外的也是 坐姿扣扣扣 空间也是应急水平 但它各种配置还是给的很全 像出风口 喇叭 背架 充电口都有 放倒之后还能全屏 真要兼职呼啦啦 也不是不行 但我为什么说它像豪车呢 因为细节还是筋不住推销啊 你看这缝线 哎呀 就跟粘上去的一样 还有点拉手 还有你看方向盘这个 这 然后这挡板 这 还有你再看这遮阳链 而不是遮阳煞 唉 但如果你把它开起来 不装了 探牌了 首先正义很大的1.2T三缸机 虽然它不参与动力 但是车子代数中那下 只要它启动 前排后排都能感觉到抖动 而且这个增程器介入以后再加速 那个声啊 真的是又大又难听 而且理想外日常开吧 环境音也比较容易传到驾驶室 跑高速的话风噪会比较大 也没有差到难以接受吧 但确实跟豪车没关系 如果有双层夹胶玻璃 我才会好一点 哎呀 哎呀我的妈呀 这个硬啊 那再比如说 它这个氛围灯比较克制 只有车门上一小条还是单色 那这年代你想要豪华 你得要氛围灯啊 是不是奔驰 还有理想外这个音响 虽然数量不少 但是这个音质吧 只能说能听 那最后这辆车用俗话讲 就是底盘薄 路稍微不好 你摸着这个方向盘 跟挡帮的手 然后这个踩在刹车 或者油门下的一个脚 都能感觉到一些 多余细碎的震动 那为什么全是底盘的锅呢 因为它用的还是一条运动胎 那开始我不理解这件事 那这车跟运动有关系吗 你不能让小李子 跟博尔特比板与重刺 所以对于这辆车 其实在驾驶感受方面 我是没有任何期待的 这车开起来吧 理想外在标准模式下 真的就是符合预期 它的慵懒 就像礼拜天你妈叫你起床一样 但如果你调成运动模式 这个电门响应 我这种平时开快车的人就感觉挺满意的 因为增程车的本质就是电车加一个发电机 所以理想外在这个加速过程中非常的顺滑 而且只要电量充足 这辆车能做到060秒级别的加速 那这个成绩就属于在市区内开完全够用 遇到引爆你也不用特别慌 那地板油以后你脑子也不会有那种放空的不适感 算是一个比较甜点的成绩吧 我其实很喜欢它的转向 这个力度啊 两个挡位的手感都特别的细腻 舒适模式下 这个挡位比较适合女孩来开 不是很重 有一点点虚位吧 我觉得挺好 没毛病 不过这个车指向很精准 反应也很迅速 而且这个方向盘的回正力举也比较合适 动动回收调节到舒适模式 这个车其实开起来就跟油车没有特别大的区别 非常的线性可控 点头也很轻微 那就算你把这个动动回收调节到标准 它处理的也比特斯拉要柔和 那逼阵的调校吧 我是能感觉到理想是在努力的去下功夫啊 它有一种韧劲在里面 不是一软到底 平常开 虽然这个车颤 但是也能感觉到 它呢再过滤到一些小滤震 激烈驾驶也能保证它一定的这个支撑性 你看我们这给大家的紧急变道啊 车的姿态竟然还可以用稳健来形容 所以这辆车跟真正的运动型车比 那肯定是只能说在日常里开 很好开 想激情一下也稍微能满足你 你看到这有一个弹射模式没 那这可比之前那些光奶不霸的奶霸车要好太多了 奶霸怎么了 奶霸就不配那一多是吗 很多人觉得增程车应该很省 但也有人说理想问油耳很高 我觉得这事儿吧得分情况 因为每个人的使用场景不一样嘛 所以我们这次结合它的三种驾驶模式 把大家常用的情况都测一遍 那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三个模式的区别啊 纯电优先就是只用电 而且只有电量低于20%的时候才会启用这个增程器 燃油优先模式就是电量低于72%左右 增程器就会启动给电机供电 同时也会给电池充电 油电混合模式是在电池低于80%的时候启动增程器 从增程器跟电池里各取一部分电给电机驱动 但这个模式挺有意思啊 因为增程器发的电只要是电机用不完就会给电池 所以这个模式其实电池也很多时候也是在充电的 只是没有燃油优先充的多 那这么说大概懂了吧 来看结果 城市里用纯电模式跑 百公里电耗14.7千瓦时 油电混合模式下油耗7.2升 电量基本不变 高速用油电混合跑油耗是8.7升 电量基本保持 燃油优先油耗是8.9升 电量率有增加 那不过也有人说这批车的表显虚标啊 那这个还有在考证 所以这个结果你还满意吗 我觉得要是你偶尔跑高速 城市你就把它当电车开 那就算有油城市油耗也不算高 但如果你经常跑高速 那它的高速油耗确实高 你看这挡霸 看这几块屏 我说它是奥迪Plus 现在明白了吧 那这几块屏幕里 仪表盘左面是地图 右面是能耗 中间是时速 辅助驾驶这些基础信息 项目很常规 主题不能换 中间这块主屏分成两部分 左面小块是常驻菜单 里面是音乐导航和360这些比较常用的 右面打开任何功能它都不会动 有点像以前安卓的三大金刚按键 那当然右面这一块就跟常规的车机很像了 详细的信息都在这里显示 副驾 这块女王屏功能更简单 只能刷具跟K歌 最下面这块屏虽然乍一看像奥迪 但能干的事可比奥迪多多了 空调 驾驶模式 甚至大灯加油盖都能在这里控制 这几块屏无论是哪一块 它的反应速度都比较快 不会有那种肉眼可见经常性的掉针 UI设计没那么前卫 但也不算复古 俩字简洁 字跟图标做的都比较大 而且大部分应用都在一级菜单里 理想找点啥也挺方便 APP的功能跟应用没有小朋友那么多 但能看出来理想是有参与设计的 这个界面跟车机的UI不违和 常用功能也没有阉割 比如理想上的网易云可以显示自剑歌单 我的小朋友直到今天都只能听我喜欢 理想同学能做到分区识别跟连续对话 这个非常人性化 但问题是他喊出来容易 退回去难 他不太知道什么时候退出去最合适 执行完命令 只要你还在继续说话 他就会有相当大的概率 以为你在跟他说话 而且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 理想也有概率这个反应吧 时间会比小朋友长一点 给我弄的有时候挺急的 而且理想对这个幻想词的识别特别敏感 有时候话里我这么突然冒了两句理想 他就自己就蹦出来了 但有时候你喊半天 他就不理你 这一点我是真的感觉到他像智能了 真的像个人似的 除了云助手理想外 中空离价值员还有点远 操作的时候有时候需要胳膊往前伸手伸一伸 而且这屏幕阳光一大 风光就挺严重 建议以后加个涂层改善一下 其实目前让我评价 一个车机好不好用 只有一个标准 就是他能不能让我忘掉CarPlay 到这儿我想说 理想的车机好于CarPlay 过散的车机未来可期 对了 现在大家去外面吃东西 是喜欢单点 还是会优先考虑团购套餐 为什么问这个 像我们买小棚 除了车器内饰颜色 还有音响续航智能座舱这些选装 但理想外除了车器跟内饰 基本只有一个配置 这么做对于功能属性 更明显的电车 其实不纠结也是加分项 当然这么统一配置 遇到不满意的配置 我可能就不会选它了 就比如它的音响 但你不得不佩服 理想在这辆车上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了目标人群 在意的刀刃上 其他地方勾用就行 它所有的地方都写着一个字 懂 没办法 这就是现实 现在在国内绝大多数家庭 只有一辆车 而且能买30万车 大部分也得30岁往上了吧 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车可以没有亮点 但不能有明显缺点 那像有些城市 买个蓝牌的5万左右 放到30万级别的车上 这谁受得了啊 理想外只要你勤快 室内可以当电车开 跑高速也可以加油 所以综合看 理想外的设计空间 调教舒适性 车机跟国情 它都相当符合 目前很多人 对于一辆车的需求 我知道跑车越野 是每个男人理想 但车子说到底 就是代步工具 所以理想只是理想 而理想万才是现实 听说理想要跟switch合作了 要说打游戏 那也是很多男人理想啊 但仔细想一想 好像这波是给孩子 实现理想去了 你还是个司机 哎呀没办法 作为一家之主 男人不能太任性 总想着自己嘛 所以这台车 能让每个坐在里面的家人 都很舒服 这又何尝不是一个男人的理想呢 毕竟家和万事兴嘛 所以从个人角度 理想是像生活妥协的现实 但从家庭角度来说 理想是为家庭幸福的理想 它不会给你机械驾驶的激情 但就像绿灯前车走的 理想在你6号的时候 就会提示你赶紧跟上 因为老婆跟孩子 还在目的地等着你呢 好了 那本期视频到这里结束了 大家还想看什么车 可以打在弹幕上 说不定下期 就是你想看的呢 我是花生 我们下期20分车评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